昨天中午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厂区平安着陆后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搜索回收分队 立即对返回舱进行的现场处置 并利用网式全地形履带车连夜将返回舱运出沙漠 停放在距离着陆点约38公里的戈壁滩路营 今天返回舱被调装运抵九泉厂区 我们现在看到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正停放在 满式全地形履带车上 这样的车辆可以更好地适应软沙区 严检地等特殊地形 为了尽快将试验船返回舱运送至预定地点 并开展相关的验证工作 上午经过短暂休整后 搜索回收分队人员和试验队人员齐心协力 将试验舱返回舱调装至更适合公路行驶的特种运输车上 并进行加固 整个加固过程约用了两个小时 试验船返回舱有着容易搜不容易运的特点 它的体积质量约是神轴飞船的两倍 而且它的质心比较高 运输过程中因颠簸容易造成倾倒 我们在加固的过程中用了大约50颗螺钉 把它固定在飞船专用底座和平板车上 虽然我们这次回收的只是一个舱体 但我们必须以载人的标准 严格要求 为载人航天工程后续搜集工作做好准备 下午试验船返回舱运输车队 离开沙漠前往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调装厂房 至此搜索回收任务圆满完成 接下来返回舱将被运往北京 展开后续的相关验证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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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